我要再次的感謝所有投入救援的同仁 以及在這次地震中 團結互助的臺灣人民 花蓮發生強震 總統蔡英文也到花蓮前進指揮所視察 除了了解救災進度 更要當面感謝第一線的救災同仁 救災工作不停歇 地方政府更是新系居民日後的安置與生活 包括建物的維修 修繕工程的協調 更是喊話中央尋求協助 尤其住在我們山上大東大理部落 還有從我們太魯閣這邊 一直延伸到荷灣山的部分 我們最極需要的 那當然不是污汁而已 之後的一個修繕 比方說煉具 還有照明的設備 其實這個都是很快的 我們真的非常希望中央 這裡一定要全力來幫我們 是主要它這裡相關的文化資產也好 相關的水保也好 相關獨外交易問題也好 這個部分是我目前會未來會碰到的一個很大的困難 家園重建困難重重 仍需中央地方攜手 蔡英文表示經濟部已提出 贈災貸款兩百億元 重建振興計畫都在加速進行 針對交通醫療安置觀光產業復蘇 以及公共設施修繕也將全力支持 那花蓮縣政府的部分也申報了五十幾項 極需要中央支持 那我們也會尋這個工程會的程序完成核定 不管是用這個特別統籌分配稅款 或其他的這個花東基金或各部會的預算 一定會充分的支援花蓮的需求 鄭文燦也說 無論是組合屋或多元安置 會全力支持 並成立403花蓮證災解調匯報 由工程會主委召集 並在行政院東部聯合服務中心 成立重建辦公室 希望加速花蓮重建的速度 原資新聞感到我們有學家 用花蓮新城才能報導